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作标和记忆 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 走进中国无意 重温经典记忆 将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本节目由淮海车辆独家冠名播出 他是中央电视台第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获奖者 1987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美声金奖 他是第十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唱金奖得主 1992年凭借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 获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 他的音色纯净明亮 音质圆润 音域宽广 演唱风格容西洋唱法与民族唱法于一路 他的形象亲和大方 舞台表现极富艺术感染力 他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在北的雪》 《长江之歌》 《中国大舞台》等广为流传 受到许多歌迷的喜爱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歌唱家音秀梅 走进中国文艺 重温经典记忆 本节目由淮海车辆独家冠名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节目 我是盛南 本期节目的致敬主角是 歌唱家音秀梅 首先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音秀梅老师 欢迎秀梅老师做客中东文艺 首先有请秀梅老师 一部签名台 为我们写下依据您的艺术座右银 或者向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新声 秀梅老师为我们写下了感恩 感谢 来 我们请秀梅老师回到舞台中间 首先还是想问问您 为什么在签名簿上留下了感恩 留下了感谢 我感恩生活在这个年代 感谢所有的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的同行们 这么多年对我的厚爱 感谢这美好的生活 感谢一切 感恩一切 谢谢大家 那今天一起来共同回忆一下 秀梅老师的艺术作品致敬的 还有三位尊贵的嘉宾 相声表演艺术家江坤 欢迎您 也是秀梅老师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 作曲家印清老师 欢迎您 此作家策划人朱海老师 欢迎您 秀梅琴老师 还有朱海老师 有很多音乐作品 都是跟秀梅老师合作的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 我们请嘉宾落座 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声 书里秀梅老师的音乐作品 当然要从一首首代表作说起 那么这首作品呢 在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就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那就是党啊 亲爱的妈妈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回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在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音秀梅接连演唱了《幸福在哪里》 与党啊 《亲爱的妈妈》两首作品 其中党啊 《亲爱的妈妈》 因其容美动听的曲调 朴实无华的歌词 给全国的电视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首歌曲将党比作妈妈 歌颂了党的崇高与伟大 唱出了广大百姓的心声 经春晚的广泛传播 党啊 《亲爱的妈妈》 为争相传唱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那小妹妹秀梅老师 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 遇到了这首歌 这是83年 湖南广播艺术团 他们有一个彭尼娜 她在唱 其实这首歌曲呢 她唱了有一两年的时间 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 就特别喜欢这个歌 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 结果回了以后 就把这个录下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对 他们给我了 给我当时坤哥也极力推荐 因为坤哥最喜欢这个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 还有江坤老师的原因 是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 在长江三峡 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她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 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尼娜说 哎 我也挺喜欢这首歌 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 这彭尼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 她说秀梅老师 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 我太荣幸了 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 重新演绎了这首歌 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地振奋 谢谢江坤老师的回忆 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 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它前奏呢 前面是十六分音符 就比较快 我就觉得她 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 很大气的那种 所以我就给她改了一个切分音 这么改的 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 因为我呢 出来比较早 在外边待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 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 这首歌成功呢 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 什么最亲 母亲最亲 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 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 春节莲花晚会的呢 春节呢 她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 因为我是大年二十八才通知我 告诉我说 秀梅你过来一下 唱美声的没有 都是唱民歌唱通俗 所以呢就把我叫去 我连衣服都没有 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 所以你们看 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 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 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 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 是吧 我就找了一个红纱 就挂在后边 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 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 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 大家永远把这首歌 当作一个非常 非常好听 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 是吧 大家来传颂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我们可以有网 什么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 这个歌怎么样 那个时候没有 就好多人写信 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 他说我以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 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 最后我哭了 他说依然决然拿起笔 写了入党申请书 完了呢还有几个呢 就是唐山的孤儿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 就看完以后 他们几个就大哭 他们就觉得党 把他们养大 是吧 像母亲一样 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 正好唱到他们心里 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 一首歌 它的作用这么大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么后来我就想了 这首歌是因为母亲 联想到党 那么因为党 它的伟大 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 多么朴实无华 所以这首歌演绎 跟以前唱 以前就很轻松 声音很漂亮 是吧 干干净净就完了 现在不 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 把所有观众的感情 融在里边 其实呢 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 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谢谢 我记得 1984年春晚 是不是江坤老师 您也参与了那一件 对 那个时候我是编导组的成员之一 那您知道为什么编导组 想选择音秀梅老师来参与吗 当时呢就是秀梅演这首歌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 也非常喜爱 但是那个时候的传播 还没有像现在的电视这样广泛 所以呢 大家很多的人 还没有听过这首歌 那么我呢 当时在编导组呢 就是积极地推荐了这首歌曲 当时呢 他感觉到他能唱这种大歌 能传出底 能够让这整个气氛能高一点 其实我早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自己应该 毛随自建吧 他呢 这个人就有一毛病 你看他叫秀梅 长得还很秀梅 其实他满身都是棱角 他呢就是不愿意 说是为自己唱个歌去求人 你说死了 他都不干 结果 后来我是给他说完了以后 定下了以后通知他的桌 怎么这么晚才通知我 我说不行 我说你自个儿不去 岳飞让我在旁边给你敲边过 是吧 后来以后这样的话 大家通过了 而且没想到这首歌 第二天红遍了大江南北 问问印清老师 当年这首歌 是在什么情境下听到的 心情跟我们这些听众听到的 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我第一次听秀梅唱的 就是在春晚听 当时就被震住了 我一看 哎呦 实影那么好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唱得那么有感情 第三 他是美声唱法 唱着这个民歌 妈妈 妈妈 青少年 小弯也很多 就是像一个 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风格的一种歌曲 他用美声来唱 唱得那么委婉 而且是那么有魅劲 按说美声唱法都是比较直的 都是声音都是很直 他不会那么多弯 他的弯管得非常好 而且管得好 他还有韵味 有韵味 又有这种民族特色 同时又是美声的那种 那种发声的那种方法 声音很宽 音色也很美 当时觉得 哎呦 这个女孩功利不浅 后来他出磁袋嘛 就买回来自己一首歌一首歌来听 就专门听他的声音 谢谢 谢谢您的回应 谢谢 珠海老师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 这首歌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今天这首歌听起来 仍然是亲切动人 您觉得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要表达 我们这一代人啊 就是听这个歌 感觉到了一种引领的作用 八四年的春节是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阵春风打住 心气非常高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 其实秀美老师这首歌 他给那个时代打上了一个信仰的符号 就是党啊亲爱的妈妈 但他不是硬的去讲这个 他用一种天下最纯真的 最真挚的母子关系 把党全系回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歌 在秀美老师的歌唱生涯中非常重要 也是作为很多观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 就在于他那个特殊的年份 所以对我的记忆就是那个年代的记忆 这个歌就是年代记忆 谢谢祝海老师 那今天在向经典致敬的现场 尼秀美老师也要把这首经典之作 再次畅想给大家 让我们来感受这首歌曲 经岁月打磨之后的那份美丽 党啊亲爱的妈妈送给大家 妈妈呀妈妈 亲爱的妈妈 您用那甘甜的褥子 把我围养大 从我学道路 教我学说话 唱着你去伴我入面 心中心肠把我牵挂 妈妈 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您记得我走上革命 赏鸟 亲爱的妈妈 天使呢 孙子 我爱的妈妈 我爱的妈妈 您就像妈妈一样 把我培养大 教育我爱祖国 孤业我却问华 幸福的明天再向我照顺 此话美景也描迫 大大大大 亲爱的大大 您的心想多么崇高 味道 多么大强 亲爱的大大 您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了解的是 殷秀梅老师的艺术道路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出生在黑龙江省鹤岗市的殷秀梅 从小便展现出文艺方面的天赋 1970年 鹤岗市成立文工团 14岁的殷秀梅顺利入选 成为了全团年龄最小的演员 除了声乐方面的训练 殷秀梅还要练习舞蹈 戏曲等多项基本功 正是这段时间的磨练 为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 表现优异的殷秀梅 被戒掉到黑龙江省歌舞团 同年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 在这里 她的歌唱事业开始启航 在哪找的我都不知道 感受到了秀梅老师当年的风采 是不是 咱们话从头说 当时我们说您是被调入 中国广播艺术团的 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76年的时候就是广州要那个广交会 那么黑龙江呢就是约请我 给我发了一个电报 就说约请我去广交会 我就去了哈尔滨 但是到那以后呢 歌舞团你跟我说 说的秀梅我们要考 就是要竞选 我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乐队也没有 完了服装也没带 都这样的 给你建一套服装 完了以后拿个手风琴 你来唱 那时候呢我们上台是这样的 是不报名字 就报歌曲 他呢报完了以后 还没等下来呢 我仓童就上去了 走了几步 我回头一看 那手风琴傻了 在这站着 我就说了一句 上啊 那手风琴傻了 就跟我上去了 上去我记得我唱的是 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 还有一个万岁万岁毛主席 这俩 唱完了以后一转身就走了 服装一环 没事了 走 结果第二天通知我 女生我第一名 男生是郭颂 结果到了广交会以后呢 就开始演出 到最后呢 我们就到湛江 到湛江演出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有人就 英雄梅 你的长途 我一接呢 电话呢是哪呢 是中央乐团 他说呢 我们一开始在黑龙江的时候 就想吊你 因为你是地方的 觉得不好吊 但是呢 现在听说广播在办你 那既然广播能办 我们为什么不能办 我一听他告诉我的 广播在办我 结果呢 后来呢 我那时候呢 就等到回到北京吧 我们团就开始来接我 就让我 就告诉我 秀梅 我们在办你 走路地道 后来就不让我回去 我说这个不可以 我必定是借的 借在黑龙江 你让我汇报完了以后 我再来 没问题 我就走了 最后就是 库尔格就去了 就去 专门团里派人去找您了 派库尔格去的 因为当时很多团都在办他 当时我们的那个 也是指挥吧 胡曾荣 胡曾荣老师 就是咬定了 一定要 把这个 英雄梅 要抢到我们团 就是让我去抢他去了 所以我在12月25号 我就来到了鹤岗 但是没想到 见到了英雄梅 英雄梅 给三个字 你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吗 太好了 我不去 我不去 我说 我很奇怪 你怎么不去啊 你是不是 他说你看这眼看 就要过年 你让我上那么 要想去也行 你们能等几天 你们过些日子再去 不就天这么冷 可是你这我不去 三个字砸在我的 其实这就特别难受 因为我呢 1977年的1月1号 定成的是婚礼 这婚礼得延期了 要是带不回去人 当时我爱人的哥哥呢 也在那工作 就找他谈 一直谈到晚上 掰开了揉碎了 给他讲话 说你得去 因为过了1月1号 这个调令就作废了 你能那么去 第二天我再给你送回来 都行 你让我把婚结了 是吧 终于最后 把他给说服了 又光当光当光当 买了个车票 我们坐到了北京 那时候也小 对结婚的概念 也没有那么多 觉得结什么婚不懂 等到后来了 越来越大了 觉得 我天哪 我差一点 耽误人家的婚礼 我就觉得特别难过 我很认可 兄妹老师说的 我代表黑龙江出来的 我一定还要回去 我这个事情才算做完 所以这么多年 在广播艺术团做事 包括在舞台上唱歌 是不是都是有开始 也一定有一个好的结尾 才算是一个受官 这是您的一种态度呢 一定是 一定是 我觉得人要有责任 其实在这个工作期间 这么多年呢 也有好多别的团 也问过我 兄妹能不能到我们团 我说不能 我说因为我一直在广播 如果我要离开广播 一 我觉得我对不起 还有一个我就觉得 那就显得我们团不行了 上你们团了 我这个不可以 所以我一直没走 一直在广播 所以对广播呢 对广电呢 这些就很有感情 因为家乡是能成长的地方 现在咱们送一首 跟家乡挂点边的歌好不好 一首我爱你塞北的雪 我们请音秀梅老师送给观众 我爱你塞北的雪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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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春天边夜 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清夜 你的心底是那样的春节 你是春日的清洁的美容 你是春天排出的世界 春天的世界 我爱你塞北的雪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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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飘飘飘 半天边夜夜 你用白鱼般的身躯 装扮英国和山山的世界 你把生美与中间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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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之后 英秀梅老师在全国打开了知名度 先后演唱了青春啊青春 妈妈教我一只歌这样的经典之作 那接下来的短片 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妈妈教我一只歌 由辞作家杨勇 与作曲家刘洪创作的歌曲 《妈妈教我一只歌》 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前夕 作者将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乐剧 融入到歌曲中 展现了新一代年轻人 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感情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抒情风格 英秀梅饱含深情的演唱 感染了无数的听众 通过她的细腻诠释 妈妈教我一只歌 一夜之间飘进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秀梅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歌吧 这首歌您是怎么遇到的 这首歌是刘洪老师给我的 所以心里我不太想唱 因为我觉得太迷了 我喜欢她另外有一首 我说刘洪老师 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给我 刘洪老师说你还是唱这个吧 现在录音咱们是很简单了 一点点录什么的 那时候我们说同期 我记得有一天中午 我们就在那个食堂 食堂就是挂着窗帘 完了以后外边要是走路的声音 小狗叫都能听见 就中午大家都休息 就同期录 那同期录其实特别考验这个环境 包括演唱者还有乐队 那太考验了 尤其考验演员 是 你要多唱几遍 你可能乐队就不高兴了 所以这要求你的基本功很强 那时候没有补这一说 就是这一遍唱完了以后 对就对了 错你就重来吧 您录了几遍这首歌 录了有两遍多一点吧可能 因为要试一下嘛 试一下音响 咱就对这首歌不算一见钟情 但是又是怎么诠释它的呢 因为毕竟这首歌现在唱成了经典 我相信还有您的理解和处理 那时候刘洪老师就告诉我 他要求的是什么 告诉我怎么唱 那我就那么唱 一个这个 一个打牵的妈妈 这两个歌 实际上是最难唱的 为什么 因为它弯太多了 你像打牵的妈妈也是 我录过一板 我就说我这个弯太多了 我把它削掉 我就弄掉了 结果不是一首歌 后来我说这个不能用 还得回来 有些时候处理 这是专业上的问题了 就像人说话一样 说话不可能我用一个语气 一个语调 唱歌是一个道理 你自己要演绎 你比如说像妈妈叫一首歌 是吧 第一个 妈妈叫我了 那么我又把这首歌这么演绎 后来我要叫个儿女 我就不能说 我叫儿女 我就不能这么唱了 那我一定要加快速度 把观众的情绪要调动起来 到之后你还 你还得拉回来 它很优美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自己去把它演绎 两边要结合 歌词 歌曲和你的情感 加在一起 它才能算一个好歌 我倒是喜欢那种 大的芳芳那种 像长江啊 什么这类的 我倒是很喜欢 丁丁老师 是不是秀美老师说的 这个很难拐的弯 恰恰是特别能考验 演唱者观众的 是的 是的 妈妈叫我一首歌 它是比较典型的 是民歌的旋律 它这个旋律本身 就是由我们中国人的 血脉里面的那种感觉 但是很难唱 尤其唱美声的很难唱 美声它又唱得要 心是很直 大开大合 头腔 口腔 胸腔 全要打开 要引起震动 这个时候你要唱得 拐弯很多了 这个弯它就控制起来很难 但是秀美她有这个能力 她能够用她的技术 来控制这一切 吐字 咬字 行腔 韵味 还有情感 都要捕捉得很准确 这个才要下功夫呢 我在很多场合下 都听过妈妈叫我一首歌 那已经把它唱成一个 完全是一个大歌了 就是小歌大唱 它是一种情感的大 和它那种 用声音的魅力 和它的内涵 就是透出一种精神能力 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谢谢殷勤老师 珠海老师 您怎么看待这样一首作品 和秀美老师的演唱 这个歌啊 它和一般的词句结构不一样 它是歌里面套歌 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心中 我本身是一首歌 所以它这个从词意上讲 它是一个复合性的表达 它是一个一代人 向下一代人来传输 但是像这样的歌 包括前面党啊 亲爱的妈妈 我个人以为 如果这个歌唱者 心中没有目标 没有丰厚的功力 这两个歌都容易唱成口号歌曲 但是能够唱成经典 我认为秀美老师 在里面做了很多的 创新性的表达 和创新性的丰富发展 就是这个声音啊 它不是简单地去 诠释和图结 它带有很深的情感 它不是一条大河冲到底 它在那埋着 所以它这个很见功力 就是讲到这个话题 我特别想讲一个 就是殷修美老师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 艺术家当中啊 她就是国家品牌 她唱的歌 都是时代和国家的语境 一张嘴 我们就能想起一个时代 一听她的歌 我们能回忆起 我们那一代人 走过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向经典致敬 也要向殷修美老师致敬 谢谢朱海老师 对我的评价太高 我高的评价 确实我们想一想 秀美老师的这些音乐作品 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回忆和情感 那画到此处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再请殷修美老师 为我们演唱 就是这样一首 妈妈教我一支歌 有请 妈妈教我一支歌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这只歌 从咱们身后飞出 这只歌 伴随的桌面 渡过山河 这只歌 这只歌 伴随的桌面 渡过山河 我唱 我唱妈妈 叫你歌 没有共产党 又没有新中国 这只歌 这只歌 从我的心后飞出 这只歌 就没有其实是陈小梦 我唱歌 这只歌 从我景色 这只歌 是陈小梦 我唱对 一只歌 没有共产党 又新中国 这只歌 随间留下心点 这只歌 是这代代拥护了 这只歌 是这代代拥护了 这只歌 是这代代拥护了 刚才在聊天当中 英秀梅老师也说 对有一类歌曲 尤为钟爱 那就是歌唱祖国名山大川的歌曲 那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那首《长江之歌》 1983年 纪录片《话说长江》 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其主题音乐《长江之歌》也深受人们喜爱 后今观众来信建议《长江之歌》 被填词成为歌曲 从此广为传唱 多年来 这首歌曲先后被众多歌唱家演练 其中最被大众认可的《匪音秀梅莫说》 他演唱的《长江之歌》《波澜壮阔》 《气吞山河》 将民族气质 国家精神 《时代气概融入其中》 带给人们震撼人心的视听享受 在您的日后的很多演出当中 您都愿意先把这首歌在舞台上带给大家 为什么 因为我唱作品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大的 所以我就希望给一种很震撼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一般把《长江》放在前面 《长江》 《黄河》 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最著名的这几条河流 也是我们的母亲河 所以我们大家对《长江》有着非常深的 血脉里流淌的这种东西 所以当你唱的时候 包括我的所有的动作 还有我的心情 这种就对自己祖国的这种 包括现在的所有的变化 都是一种 从心里的那种自豪和高兴 我觉得每个人就在唱歌的时候 你不要想到你自己 是吧 一 你要想作品 二 你要想观众 观众想听什么样的东西 大家永远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 你不要觉得 我这歌我觉得我自己唱的不错 但是观众不买你的账 观众不喜欢 这个你回过头来你就要查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 对吧 我唱《长江》的时候 我没有唱出那种汹涌波涛 让大家都能看见 是吧 那就算失败 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带进去 你自己也没进去 那你能有这样一种角色感 带入每一首歌 是不是跟自己在这个 中央乐学院歌剧系 学过歌剧是有关系的 有绝对的关系 那时候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它是整个的在学 是吧 你说乐理啊 钢琴啊 什么试唱练耳 这些舞蹈啊表演啊 是吧 二重唱课啊 合唱课 这个一切东西全都得学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 另外一个呢 我当时我们歌剧系 四个大教授 沈先生 蒋英老师 李维博老师 王福增老师 四位教我们 我一听人说 这是泰斗级的 都是在写书的人 当时都是他们来教我们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 那个年代 我能遇到这么多的老师 帮助我很多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 老师画的那个气口啊 比如说你在哪儿 唱什么东西 画气口 我就说在这儿 不太舒服老师 老师说不舒服也得练 你要从别的地方唱 你要别的地方 那就是业余的 就像这个换气 老师当时是一种要求啊 是 那日后对您歌唱作品 有没有这样的影响 你比较上塞北的雪 那别人就可能是 换一个气再过去 那么我呢就是 你是春雨的情节 我到这儿才换 没有 但是别人一般不这么唱 但是呢 你要气息很好的话 我觉得这样呢 对这个音乐 才是一种贯穿 你看都在这些细节里面 拜行听了舒服 但是那行人家是有门道的 刚才说到长江之歌 台下的三位嘉宾 怎么看待秀美老师 对于这首歌曲的驾馭和把握 有一次啊 秀美说的 你给我写个字吧 写个字 写些我啊 怎么样 后来我就自己编了去 我说的叫做 一世高歌送神圣 一生严谨被崇高 我想他每一首歌 他每一首歌都唱的 跟我们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那个情感 是融合在一起的 想起了长江 想起了黄河 所有的神圣的东西 在他的歌中都有体现 而且体现得非常到位 非常的契合 啊 然后一生严谨被崇高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在艺术上的严格的追求 严格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一定要是呈现给大家 不允许有一点瑕疵 他用自己毕生的这个经历 来登上了这个 应该说艺术的这个象牙之塔 他是走到了顶端的 谢谢江科老师 殷勤老师 长江之歌啊 我听秀美娜唱的太多了 我觉得特别值得 我们年轻的一些歌唱家 要向他学习 他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都在处理 包括最后一个降低 哇一个高音上去 他这个降低上去 非常有力 而且你还能感觉到一种感情 所以他的唱长江这个 我觉得他不是一种气势 是一种气韵 所以他这种韵 他能够打动观众 打动老百姓的心 另外还有秀美老师啊 他还有一个特点 他唱得好 他表演也好 他的每一个首饰 每一个动作 唱到每一句词 他的眼睛往哪看 他的手上往哪看 他都是有设计 而且动作设计得非常精彩 他能把一首歌唱活了 就是不是仅仅是好听 也不是仅仅是动听 他鲜活 谢谢 谢谢殷勤老师啊 《长江之歌》 您怎么看待秀美老师的表演 我是个南方人啊 首先感谢黑龙江赫岗的艺术家 把我们长江唱活了 这个歌啊 是秀美老师所有作品当中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什么叫我们要提倡的文化自信 如果没有自信豪迈 《长江之歌》不会如此嘹亮 老百姓也未必会这么喜欢 也就是我们想到一个很重要问题 影响我们老一代的是黄河大合唱 黄河是苦难的 黄河是抗争的 而到了今天唱《长江之歌》 我们带的是自信豪迈的 完全是良驴 但是没有秀美老师在这里创作 把它定型 那你《长江》就可能有各种唱法 什么叫伟大的艺术家 一巴掌打下去 就是一个足迹 谢谢朱海老师 感谢秀美老师 用这一巴掌打下的 我们民族气节 在这首歌中定的调 那今天在现场 我们要再请秀美老师 为我们演唱《长江之歌》 什么歌中定的歌中 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空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赞麦成家 也是无权的圆圈 我们一年长得 没有无许的情况 你从远古走来 巨浪当地的尘埃 你像未来感觉 掏上最能的天外 你用春节的清流 光该还你过头 你用仓后的力量 回动心地释开 我们赞麦成家 也是无权圆圈 我们一年长得 你有无许的情况 啊 成家 啊 成家 从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讲从黑龙江 鹤岗的小姑娘 一路唱着歌 带着她的音乐梦想 和不服输的那份精气神 终于站到了中国最高的舞台 那我们最后要说的 这首音乐作品 也是1995年和2008年 先后两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作品 就是《中国大舞台》 在1995年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音秀梅演唱了一首 为春晚量身定制的歌曲 《中国大舞台》 成为了当年春晚 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之一 这首歌曲旋律高抗激昂 歌词大气磅礴 经音秀梅的精彩演绎 唱出了神珠大地的繁荣景象 经过多年的传唱 中国大舞台 不仅成为了音秀梅的经典代表作 也被选为许多重大晚会的必唱曲 秀梅老师 这首歌1995年的时候 据我所知 是为春晚定制的作品 是不是 是 在这之前呢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那一年呢 就想有几个 有六首 就是高兴啊 万事如意啊 还有我这首 就是把它排成MV 完了以后呢 就是每天播放 让大家在春晚的时候 大家很熟悉的几个作品 所以是这样的 作品先熟再登春晚 对了 那年是 这是第一次好像是 对对对 那在95年上完春晚之后 当时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呢 那当然这根很棒的了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已经播了嘛 已经放了 你看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慢 后来我也跟那个刘青老师说 我说这个有点慢 太稳了 稍微的再激情一点 到88年嘛那时候 速度就稍微提了一些 所以呢就感觉就是 那情绪完完全全 就是就上了 我喜欢这样子 所以把它又重新改 重新演绎 所以现在唱的 可能跟那时候 又有点不太一样 那个音乐电视拍摄的过程 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我当时呢 正好是发高烧 这烧得很厉害 我就穿了很多大衣 嘴都是烂的 烂一大块 就开始就拍 后来就说 到义和园呢 到天坛 就是软机位 就老远 能看见我 但是不要近景 我就拿围巾挡着 这个脸 但是到棚里来的时候 就要有近景了 我说这个嘴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拿刷子 在那来回就刷油 往上刷彩 我就发现它有点洞 啪 让我一下子给撕掉了 撕掉以后呢 就出血 我就开始实现摁 后来我就拿颜色涂上了 结果在电视里 一点都看不出来 所以当时就是这么拍的 通过整个这期节目 我们看到了 离我们更近的 那个心里有骨子劲 黑土地的那种力量 成长起来的 那个音秀媒 台下的三位嘉宾 可能跟我们观众 理解的音秀媒 都会有不一样 来说一说 你们眼里的音秀媒 好不好 殷勤老师请 秀媒啊 她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她的内心很干净 没有杂质 而且她很直 她眼睛里容不得杀子 所以她的歌 和她的人一样 她的歌 她的歌 她透出一种 晶莹剔透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精神 就是一种情感 或者是她的一种内心世界的一种境界 刚才初海讲 她是代表了中国 中国的一个声音 我觉得她是 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好的一个声音 我觉得音秀媒老师 这个是一个跟自己啊 挺较劲的人 这个我印象很深 我们认为都可以了 她还有自己新的要求 而且最难得的 就是她不断地唱新歌 如果一个人啊 有唱过几首经典了 她不唱 一首歌可以唱一辈子 对 对不对 你不创新就不容易犯错误 是 你要一唱就容易犯错误 而你这样的人犯错误 没有人能够给你买单 只有你自己买单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啊 特别难的 谢谢朱海老师 我们请家里的这个哥哥 家人江坤老师 最后给我们说说 我就说点小事 音秀媒是我们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副主席 他到咱们应该说是 祖国的最远的这个边疆 各个地方都去演出过 我来这以前 中国广播艺术团的 过去的党委书记啊 这个江坤老师特意嘱咐 让我说上一句 就是他自己家人去世的时候 他谁都不告诉 毅然决然的第二天早上 就感到了他们曾经 已经几次承诺过 对人民承诺过的 这个现场上演出 他说人们知道音秀媒要来 我不能不来 我不能让我自己家里边的事情 给大家带来痛苦 带来悲伤 我要用我自己的歌声 给大家带来欢乐 因为他知道这个舞台下 有他心中 一辈子服务的对象 他心中永远有他们 在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在想在音秀媒舞台上 演唱的这些作品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声乐作品了 更重要的 它会让每一个作品当中的 人物鲜活起来 精神被我们记得住 立得起来 感谢音秀媒老师 用您的声音 用您的情感 拖起的舞台 感谢您的付出 谢谢 谢谢 在这里我们就请 我们热爱的歌唱家 音秀媒 为我们演唱 中国大舞台 好一个中国大舞台 大舞台 五千年龙腾 五月也不衰 好一个中国大舞台 一百人席来换歌 回城海 回城都成全了 星恨渤者畝而且 我喜欢 后一百人席来换歌 issent见 主任阅 rut十何闪 好一个中国大舞台 大舞台 一步步苍松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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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中国大舞台 大舞台 十年的五周主乎 七何彩 五花的商场 万年去奔财 三月车龙方声音 任今天上唱起来 五花的商场 万年去奔财 三月车龙方声音 任今天上唱起来 五花的商场 万年去奔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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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天上唱起来 五花的商场 六花的商场 万年去奔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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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天上唱起来 万年去奔财 万年去奔财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情 观众朋友们 本期中国文艺 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 歌唱家 音秀梅 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一场塞北的雪铃 温暖整个世界 一支难忘的歌 唱响光辉岁月 一座中国大舞台 人间天上唱起来 一声亲爱的妈妈 喊出深情与豪迈 开开心心演唱 用心倾诉深情告白 扎扎实实从意 坚收并蓄大气澎湃 始终坚守舞台 服务百姓唱响时代 汗水换来收成 红梅暴春 长江入海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歌唱家 音秀梅 让我们将敬意的掌声 送给音秀梅老师 同时我们也要用掌声 请出今天的致敬嘉宾 江坤 印青 珠海 登上舞台 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 致敬印章以及花束 请诸位嘉宾老师 一步签名台 为我们留下印记 我们请嘉宾老师 回到舞台中央 请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刚才 聆听到的致敬词的首书 送给音秀梅老师 今天是一场 充满敬意的相聚 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我认为用音乐的方式结束 也许最为合适 秀梅老师也是要把 这份音乐的礼物送给大家 也要送给台上的两位 一位是曲作者印青 一位是词作者珠海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血脉 我们就拿它画上圆满的句号 本节目由淮海车辆 独家冠评播出 下一期中国文艺 向经典致敬 再见 自从生命遇见了你 我的世界充满喜剑 你的节目由淮海车达到我的形象 一路相伴生死相依 我把一切交给了你 我用生命创造期间 你的节目由淮海车达到我的梦想 宾族复兴生生无息 是水时时 木时时 雪 天垂涟荐冬声言 看天平地 我们的祖国如花开大地 如花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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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花开大地